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神龙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为大家讲述中医药致胃病的故事 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冬天和冬天时期有一个名称医药医药 很多广州神龙草来帮助了他病毒 但如果有很多病毒,民生不让他不断 可能你不听名称医药医药 因為有書家有證明關於他的 recent名字 但你得找到他的名字 明眼睛 他是一名十多好兄弟在古代 一天王世仁問明眼睛 你與你的兄弟們懂你法取悉 但我獲盡了 誰就是了個美女 你的老年的都比较多 而我英格最糟糕 为什么你最糟糕的? 我的老弟拼命 他治疗痕病 之前他们的消息 我的老弟拼命 他治疗痕病 如果他们正在上去 我治疗痕病 如果他们已经很糟糕了 所以大家想到我的科技上的精神是有效的, 所以我成為最名的名字 好,我現在開始了 好,我現在開始了 在這件事上傳出了十多年代, 我們可以知道 那男人被喜歡的 和他的父親愛的 它避免了疾病更多的疾病, 同时,疾病疾病症连症患病毒是同时的意义的中文是同时的意义的中文。 在这里的身份, 我们的课题, 提到任何病毒可以遭遍一个人的病毒。 準確 想念 準確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為助助理之一 特別的想念 連結合三種深刻 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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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患者,後患者,後患者,後患者 漢方薬で未病を治す理念は歴史が長く その理念も奥深い中国文化の中に根差しています 7000年前からカトラクショによって 生み出された引用語教館が漢方学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ました 引用のバランスに注意し いろんな言葉を防ぐことが皆に伝えられています ある言葉も通じて言ってる saya 例如,當我們有了血量的血量, 我們煮一瓶湯煮一瓶湯 來減少我們的血量和心理。 當我們有疼痛的臉, 我們必須經常做的練習 為什麼不做的練習?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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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una palabra, el concepto de curar Wei Bing de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ha influido en los chinos de generación en generación. Bajo el objetivo de hacer grandes progresos, junto con la evolución continua de la comprensiva civilización chin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se combinará más estrechamente con la civilización moderna. Ahora, los jóvenes, deberíamos hacer una cultura china y la traducción china china. Si lo sabemos bien, podemos desarrollarla. ¡Suscríbete al canal! ¡Suscríbete al canal! ¡Suscríbete al canal!